和大家看看兩則有關中國汽車的消息 第一則指在中國的內延機部分 即是傳統汽車 中國牌子在中國裏面已經超越國外牌子 賣得更加多中國牌子 如果是在新能源市場EV上 電動方面更加離譜 中國的品牌佔了中國本地市場的80% 這兩個消息都是和中國的市場有關 而去年2022年中國出口了300萬輛車 成為全球第二個出口最多的國家 第一個是日本 相差不遠 日本比中國多一點 所以相信今年 中國會超越日本 成為全球出口汽車最多的國家 這裡可以看到中國的增長 在頭三個月 中國出口了107萬輛汽車 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58.3% 而價值更離譜 價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6.6% 即是中國車的出口 中國車的出口多了 但增加的價值更加高了 換句話說中國的車價格 每一架單位來計算 亦高了 這裏有一個圖表 大家可以看到 從2019年開始 中國的汽車出口 去到2022年 即去年一月份 都未夠100萬 即是60多萬 但今年已經超越了100萬 拍住去年第四季 這裏之間相差是58% 很厲害 現在看看多少錢 價錢是1470億人民幣 相等於215億美元 可惜不斷 中